国内政局在迎来重量级的新成员 由马哈迪和慕尤丁一手促成的全新政党 大马土著团结党苦等多时 今天终于获得内政部绿灯 正式成立新政党 副首相阿摩扎西今早在部城出席活动后证实 新政党不能使用Bersado为简称 主要因为国内已经有至少六个政党或组织 使用这个名字 因此慕尤丁的新政党简称为PPBM 不过阿摩扎西强调 当局目前只是原则上点头 新政党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厘清党主席和会长的职责分配 我们不可以使用那么多 因为我们不可以使用那么多 我们不可以使用那么多 不可以使用ROS 但我们不可以使用 第二个是ROS 不可以使用 但有些问题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 对于职责分配 根据新政党早前公布的领导层名单 慕尤丁担任会长尔马哈迪则出任主席一职